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上班日 那很开心 第一个上班日呢 我就来录招财聚宝 来跟网路上的朋友 这个见面 那其实我录影的日子 是在这个 2010年的最后一天 所以这个节目真的太有趣了 我最后一天录影 然后在第一个上班日呢 跟各位网友见面 那今天我们录影呢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上次第一次 有这个招财聚宝的节目 在这个网路上 跟各位朋友见面 那我们介绍了 我们当期招财双周刊的 一些主要的封面故事 以及一些专栏的这个内容 然后呢 在网路上 第二个单元就是 回答网友的一些这个问题 那我上周 前两周 我已经在 这个招财网的讨论区上呢 已经这个 已经有相当多的问题 想要问我 那我也等一下在节目最后面呢 也会逐一来为各位网友 做这个答复 那首先我们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今年第一期的这个 招财双周刊呢 刚好也是我们转型成为 付费的双周刊的第一期 就是我们第16期的招财双周刊 那刚好又遇到这个 1月1号 也就是民国100年1月1号 那这样子我们设计的一个 我们规划的一个 这个双周刊的一个主轴 跟内容呢 到底是怎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问一下 我们这个研究部的这个引用 是 主经长 各位网友大家好 那首先呢 面对这个民国百年 我们的视野呢 首先放的比较大一点 就看一整年 一整年我们认为 比较重要的有两个部分 一个呢 是全球经济的一个 复苏成长 那第二个呢 是我们这个政府对一些政策 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主导的一个能力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2012年 包括台湾跟美国都要进行总统大选 那2011年 就我们建国百年了 这时候呢 必定会 应该很政策上呢 还会蛮热闹的啦 是 那首先呢 就最近我们经监会呢 已经把他的目标 还有相关的资讯 在资讯就讲出来了 就我们建国百年会是个消费年 对 那他也提出经济要成长的三大的主轴 一个是消费 然后在民间投资 还有出口 这部分 那我们知道呢 GDP呢 他还包含了一个部分 叫做政府支出 那我们就分别来谈这部分 就关于出口的部分呢 出口的部分呢 我们主要还是着眼在这个美国这边 美国的经济成长复苏的一个脚步 我们从经济数据来看 有越来越好的一个趋势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ECFA ECFA要生效了 那关税要开始降了 这个部分呢 我们注意到的族群呢 可能就比较偏向工具机 还有一些外销的概念股 那另外这边要值得注意的就是 汇率的部分 那我们一般预期啦 经济成长的部分 应该可以遮盖住这个汇损的这个部分 那相关的内容 我们在周刊里面都有提到 那再来在消费的部分 国内的消费呢 主要包括了我们经过百年 很多的纪念活动 那所以说对一些旅游啦 观光啦 饭店啦 这些航运 这个部分呢也会有一些影响效果 对 活动规划了很多 但是是不是都公布了 还是还持续在规划 都还还有 我想我觉得哈 因为都已经都已经规划好了 对 那只是慢慢的会公布 慢慢公布 不要不要一次讲完 慢慢把力道越来越加强 那这个是刚刚提到 就是说以观光这方面为主 对 那其实观光我们也知道 有一个题材一直压在后面 就是自由形这样 三不五时就来一个可能会开放自由形成 所以其实这一年 一整年的 因为这个各种活动这个题材 所以观光也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是的 是是是 是 那刚刚刚那个 银友有提到说 我们政府部门支出持续会开放 可是我们其实 其实我们昨天 呃 他在记者会上有开这个说 呃 就比较台湾跟韩国的面板厂什么 所以 其实我们看得出来 彭总裁其实是很在意这个面板这个产业 因为 我们都很害怕面板走向低润的后尘啦 那那所以其实我 看他们以这么保守的动作来讲 其实应该在明年还是持续的扩张跟持续的复属的一个状态 所以刚刚银友也讲到这部分 是 那你还有什么 这边我们 我们这边另外注意到就是 武都选举过后 那武都首长都表达要拼经济的一个决心 是 是 那所以说这边 呃 在公共支出上面呢 都有一些规划出来 那有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裁员 就是资金来源的部分 那我们相信 呃 在选举前一年 他们都会想到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呵呵呵 那 再来带动出来的一个民间投资的部分 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电子大厂 甚至传统的一些大厂呢 都在做一个扩厂的动作 那另外呢 在明年的 就是说 应该说今年 第一季的部分 营建 营建族群 营建类股也纷纷推出了很多的营建大案 那在329档期可能会非常的热闹 所以在民间投资的部分 呃 会是一个 也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那再来 呃 刚才我们就讲到了 出口啦 消费啦 投资还有政府部门 那所以说呢 呃 在选举前 我们认为政府的 呃 的态度 应该是就是满明显的了 对 所以说 在2012年总统大选 选前 选前这一年 对对对对 其实 其实我们可以回顾过去几年的民选总统前的前一年 到选举的当年 各位可以回去看 其实都会有一波相当大的涨势 是 那其实我们从这个金融海啸过后 涨到现在已经 现在我们录影时间已经接近9000点的位置 好 那 接下来 大家都认为说 这个明年 因为持续扩张 加上2012年总统大选 所以可以 指数可以有一个再创一个新高的可能性 那 其实 大家可以有有蛮大的期待啊 事实上是这样子 没有错 不过也不能失去这个戒心 对 那 相关的个股呢 好 这个 就是一些可能比较受惠的股票 我们这个研究部在我们的封面故事里面 是 好 也都有多所琢磨 那 这个有有有有兴趣的朋友呢 好 应该可以在我们的网路上做这个双周看订购 因为这一期已经不是免费的 各位可以在上面订购一整年 那或者是呢 你可以订在那个瀑布的数位书城 或者是UDN的数位阅读网呢 都可以订当期的这个这个周刊 我相信对于投资朋友应该在投资上会有相当大的帮助 那 那另外呢 呃 这一期的这个名家专栏相当精彩 我们这个上一期加的这个 呃 这个Nissi 我们网上的Nissi专栏版组 吕大哥之外呢 这一期就加入一个集成的专栏 集成 那 集成呢 我们上次我们 上游我的节目里面也有提到集成 那大家讨论九位数 其实我觉得教练不要锁在九位数 也许人家有十位数 他客气讲几位数 也不一定啊 你会怀疑人家有没有九位数呢 奇怪 重点是 有没有办法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那 我经过我跟他 我亲自跟他做过一些接触 其实 呃 集成大哥他这个非常的 非常有料 绝对是非常有料 他这个写出来的东西跟他讲话的这个内容 都不是说 呃 好像说投资然后随便 是 鼓烂的这样子 是真的是非常有料 所以我们邀请他也来 加入我们专栏的内容 他这一次写的就是 投资 吼 跟投 VS投机与 离婚 &结婚 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 对 这个不知道大家自己看 有兴趣的自己看 那如果说你不定我们的周刊呢 哦 我们 目前规划是可能要到两三个月之后 我们会开放 读证免费看 不过我觉得 一年一千八百块的周刊 真的是非常值得 那 我们将来可能也会对于周刊的订户 做一些 活动 这个这个我们会持续的考虑 因为现在才刚开始 那其实我我念一下这一期的周刊的 这个 专栏作家 比如说 这个徐华康 华康呢 他就是写了一个加码的真正意义 那司令呢 司令操盘手呢 他写这个 股市盯盘失很大 转移目标赚更多 对 那司令大哥最近也一本书叫 选择全部盯盘嘛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个给我们的新出专反就知道他为什么会讲 选择全 不盯盘 而且他那片头非常有趣 我看了都快笑翻了 是 然后呢 再来是这个 罗威大哥 那这个红包行情 谁来发红包 哇 这个很重要 再来呢 头号人物呢 多头市场还是很多 投资人做 多 赔光 做多赔光 这个 是要注意一下 然后呢 这个帆船手呢 提防趋势明朗日 主力出货时 好 那齐峰呢 齐峰的股市操作模式 架构片 好那 那唯我独尊呢 是这个 X 分析师 100分 投资人 0分 好 那 痾 健拔大是 不是巴菲特 不对 是你 根本 无法复制他 那最后是 Nissi 月线选股 诀窍 好 那其实我们还加了一个 这个 单元是 技术分析的一个 小百科 是 那这一次是介绍 这次我们主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美国线的部分 那之后呢 就是有关技术分析的各种图表指标呢 就会陆陆续续的透过这个单元来跟大家做个介绍说明 对 我们台湾在使用的习惯比较少去用到美国线 我们一般都是用K线 这个英文是Candle是蜡烛线 但是 这个美国线呢 比较少接触 但是我们在国外的网站常常可以看到美国线 那这一次我们就是用这个 这个 这个银勇他们这样研究部呢 就帮我们 这个投资人介绍美国线 到底是怎样组成 怎样画出来的 那 其实这样在 以后阅读 其实国外的网站是很有帮助 那你说啊 我不看国外的股市 其实 国外的这个商品期货的报价 国外的这个 股票或者是原油 其实他们也都是 你进去他们预设的都是美国线 对 所以你是很容易 就可以看懂之后 就可以以后很容易看懂 国外这些网站的这些线 对 那另外我们有这个网友投稿 那还有一些聚焦精选股啊 聚财股王 争霸 这聚news的一些内容 这是美琪 美琪都会有的 另外这个还有这个 台股素栏的一些经济的一些指标的内容 最后呢 巴拜人生的这个连载 也都在里面 整个聚财双周刊相当精彩 而且我这一次看到双周刊 内容的时候 哇我自己都很惊艳 我们这个工作同仁呢 这个又把双周刊又更 更漂亮 内容更精彩更精致 那我希望说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双周刊 从第一期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成长 那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我真的建议可以买一份 那如果说你想要试读 我们也开放了免费试读 那其实只有一小部分内容 大概十几页的内容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 对于里面的美编种种都有相当大的改进 那内容大家很棒啊 这个我们再说一次 我们的这个这个 这个是什么 我们的主题 封面主题是什么 建国百年的概念股 对 建国百年概念股 那如果你放在阅读器上面来看 你看我们的双周刊 就是这样子翻阅非常的清楚 不要说这个用电子式的 不容易看 真的很方便可以这样阅读 是一个很舒适的阅读 那其实这也是未来的潮流 我相信我们这样的推出 让我们的网友可以直接习惯这样子的阅读 不要说是跟在时代的背后 我们走在前面 也许你这样子玩一玩 还可以挑到新木 零组件什么的 iPad 你可能会有更的启发 未来还可以挑到标股 那我们研究部也会为 各位这个投资人 注意这方面的一些产业的讯息 那今天我们对于双周刊的内容 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